5K 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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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K 今天要幹嘛 車啊 媽媽OK 手機充在這邊就可以充電了 放在這裡喔 這裡有沒有 我剛剛看到的 不止啊你看 有多多 裝多多 最好玩的雲鶴城 您的支持者提供 好了 出發了 開什麼裝的車要去拿 試車啊 試車? 對啊 試這台啊 試完這台再感覺一下試別台的感覺 這開這個像旁邊大陸 就好像開這種車就是 美國大返派 後面放個機關槍來這樣 很大 不用怕了嗎? 好像不錯耶 這雲鋪爆下去 真的是叫雲鋪了 對啊 這樣喔 開浮屍 大家都浮屍 你看 前面兩台也有浮屍 爬坡了 你看 爬坡加速感 Burlbomb 其實柴友做V6的不多咧 相對它的引擎聲就會比較小聲一點 如果是那種四缸的可能就是 有人會覺得 怎麼會來 Kender 有沒有 三噸半在那邊滑動的感覺 對啊 其實柴友車就是低轉速高扭力 啊 現在要去嗎? 要去 沒有 哈哈 沒有啦 總是要去看一下嘛 畢竟中古車比較少 沒得試 我們就知道是四個新車 我今天打算說四個新車 再幫我約一個賓士跟賓士 是喔 但後面兩家我就不知道要去哪裡約 你沒有認識裡面的業務嗎? 就沒有咧 還沒有到那麼高端了 哈哈哈哈 人家這樣講 人家這樣講 人家講好像摩摩釘 因為我摩摩上次去的 我也是上次去打鑰匙啊 順便走去展間 然後被認出來說 誒 隔壁啊看車喔 我說沒有 我是看看而已 他說有興趣可以來試看看 人家熱情的邀約 對 為什麼我要去打鑰匙 因為摩摩鑰匙比較特殊 是原廠才可以打 不能隨便外面打 對 因為它的晶片就是 它只有它自己有而已 外面也拿不到 到了咧 你看 摩摩耶 摩摩耶 就是看這個 我們今天看的是有兩個 好 B5 Artesite 跟T8 T8這是可以充電的 B5 Artesite 它就是輕油電的 48V的 應該現在不用解釋 大家都知道了 好 我們去喝個咖啡 先聊一下天 好 菜單 水晶胖頭 這這個是 T8的 標配 好啦 不要一直我在講啦 人家這新車 請那個業務出來講一下 這個是佳合 你來這邊坐多久了 我在這邊大概 今年第三年 所以應該也賣了蠻多的 對 到目前來說 各車型都有賣到 以VOVO來說 一般都還是以休旅車為主 那像我們XC40跟XC60 是我們VOVO的大眾 那目前還是以這兩台為主 糟糕我們看的是小眾的 哈哈哈哈 T8以VOVO來說 算是相對比較少數 但是它非常特別 因為不管它的配備 動力 然後油耗反應來說的話 各方面其實都在車際來說 都是很少見 是 對 沒錯 因為差一級而已 可是它差了100多匹耶 差多少大概60萬左右 多了100多匹耶 嗯 不錯 我們今天排的 它是 它是21以前出廠的 然後它的規格動力 跟未來客人現在訂的規格 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會更好啊 是說 以現在來說是390匹 但是如果說現在客人 下訂以後到後面來說的話 都是到455匹 455匹 對 然後連電池的形式續航都不太一樣 早期在續航大概是40左右 對 然後回來可能會到80出 對 喔 那差很多 差一倍耶 整體大概成長了大概60%左右 整個續航旅程 像你們全車是都三連保固嗎 全車都三連保固嗎 啊 電池呢 電池是8年16萬 真的電池 8年16萬耶 好像很划算耶 你看 我幫你解決電池的問題了 還有什麼 泰山要什麼了解 要了解的 好像泰山要買的耶 我要打電話題 電池會很單獨換的就可以了 OK 我們的那個電池組啊 它以現在來說 它是一整組 然後裡面有6小顆 然後我們的PF的T8系列 21年以前的話 一顆是6萬6 然後有6顆 對 那以現行未來來說的話 會是1顆7萬塊 然後有3顆 可是如果單顆1顆 壞掉就可以換單顆而已 對 可以換單顆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它是續航增加 然後動力變大 但是電池 單架變低 就看來說是很好的 這一台 這是B5的R Design 它就是有這些包啊 我覺得它漂亮 對 它的前後下巴都不太一樣 就是跟B4的差別差在這裡 比較低調內斂 如果是選黑色車身的話 就全車幾乎都是黑的 很好看 這很不喜歡黑的 因為我開黑色好像磁鐵 你知道嗎 它會把東西吸過來 所以我都害怕開黑色的 所以我喜歡白色的 白色的就是 洗一洗就很漂亮 對 它標準的鋁籤是配這一種嗎 對 都是配18吋的 然後它就沒有像B90一樣的 優雅頂桿 這樣把它掛在上面 就會比較輕鬆 自己改 然後我們有做一個小貼心就是說 假設如果東西 後面比較少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立起來 就不會在後面 滾來滾去 會增加噪音 其實這個存在很久了 舊型的就有了對不對 對 還蠻實用的 是很實用的配備 對 然後一樣有電動 它也是有腳踢嘛 也有腳踢感應 它也可以調整高度 同時也有防夾功能 好了 外表看好了 要 要出力蓋水贏 好啊 現在都能觸碰的齁 對 這邊都觸碰的 然後還有環境 一般來說我們打倒車檔 它就會出現環境 那有些客人他可能比較習慣 就是倒車如果是後進頭的話 只看只有後面的話 對 也可以 好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我要導航 你不知道他要去跳板中間嗎 基本上我們這邊只要開導航 那它就會投過來 對 那這邊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比如說看環境或者是音樂等等的 我們全車都是雙層的交合玻璃 所以它的隔音很好 你看像天窗一件事打開很方便 天窗有染色處理 然後又是雙層的 所以它自然有 抗UV抗磁外線的功能 如果說在暗影下 它一樣是一件事的 這樣可以開啟 這樣如果出去玩啊 然後陽光灑進來的感覺 然後配我們哈曼咖的音像 這個感覺是很好的 如果小朋友的時候 突然放在這邊 其實你不太需要擔心 有沒有 好 那這時候我要往右邊 你可以看一下 像如果我說我要 換到旁邊有車 那它就會用盲點去警示 而且它是高頻率的閃爍 提醒你們說旁邊有車 如果假設旁邊有車 你沒看到 車還是彎過去之後 方向盤會有自動轉向 幫你拉回 拉回喔 避免這個危險 好 那這時候 待續起火就會啟動 然後AUTO後也可以開 比如說這邊打開之後 按一次就好 然後以後就不用再 頻繁的開啟 然後這時候就很輕鬆 因為腳可以放掉 我們的跟車可以 從0跟到200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因為 在台灣的車都是限速180 嗯 為了安全 好 那這邊就是 我們要試乘的路線 我們這個是有導入48V 所以它起步的時候很輕快 我現在大概輕踩一下 油門您感受看看 然後它是四傳250匹的 現在是舒適模式 好 那我現在輕踩一下 然後如果再重踩一點點的話 其實會比較明顯 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舒適模式 好 然後 同一陣地方 我們會回轉 然後就可以準備換手 對 感覺加速還不錯 對 反應很快 對 剛剛感覺應該還蠻順的齁 我等一下看一看就知道了 對 我等一下規劃是 如果我OK T8那台我們再試H17跟車那些 你們覺得OK嗎 對 對 前後座的這個 對 470恆溫空調 這個對如果小朋友在後面的話 就很方便了 如果小朋友他們怕冷的話 對 怕熱 怕自己調 而且還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我們這邊有觸控口以外 兩側都還有觸控口 夏天超方便 就不會只是車膝蓋而已 對 然後運動版 它除了有全景天窗以外 還有黑色頂童 所以B4沒有 對 B4它是米色的 然後還有一些車縫線 這些細節 排檔一樣是採用R-Design的縫線 然後它不是樓空的喔 我們在排P檔 然後拉手刷的時候 如果兩邊門有開啟 那我們就會自動幫你熄火 這也是為了安全 很酷 你看 它在這裡 所以我們的溫度調到大概18以下的話 然後它就會再幫你多一點風量 像運動模式它的轉速就會拉比較高 我稍微想像 所以它提速都會比較好 會更快 它這個自動什麼都有嗎 如果說還沒有開啟的話 它會給你的是那個 車道維持 那如果開啟PA2它是給的是車道自動 雙層 真的耶 雙層玻璃耶 你可以給它夾夾看它在綁架嗎 不會同 真的 好好好 綁架 來 玩下去了 來囉 開山女神拉架 這個避震器應該是沒辦法 沒有什麼推調對不對 對 反而是休旅車的運動版跟油電版 是有搭配氣壓避震 這是 要是一蓋 對 其實這個避震器真的還蠻舒服的 算比較硬一點 可是它不會說硬到那麼不舒服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個人駕駛模式 它這個設定很特別是 它可以調整油門的那個幅度 然後跟煞車的靈敏度 還有方向盤的重力 就調你個人喜好 對 我一般都切個人駕駛模式 一切都用最重的 然後它的反應是最快的 會很熱血 那如果你看腰部可以直接點螢幕 對 它也可以直接點那個 腰部或腿部的那個按鈕 腰部應該有一點感覺 有有有有 不是啊 你往生害耶 我可能還在那邊買起來 我本來不用帶他去 這滿是人的 腰會痛耶 喔對齁 我會靠腰的 真的 性美至香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香 Ultra Dash Z3 指標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展開感送最公正 最好玩的娛樂城 是 支援提供的 我們來的資料 是 私欣賞的 我會有的資料 DRIVE MODE 調整內容 DRIVE MODE 調整內容 它有存電模式跟油電模式 跟視訊模式可以選擇 好像就這一塊不太一樣 嗯 對 然後搭配水晶排檔頭 這個是我們百年公益的 OROFORCE 瑞典品牌 那個裡面應該有燈喔 燈你知道嗎 裡面有 有啊 那這個晚上燈打開的時候就 對 亮亮的 亮亮的 內裝是明色 對 對 對 細節就有一點不一樣 發動了 我想我在等什麼 沒有 已經發動了 對 已經發動了 所以它是一發動 它是直接吃電池 對 直接吃電池 那當然如果說假設你想要 一開始就是油的話也可以 我們按一下之後 然後往上滾輪 甚至用觸控的也可以 然後點一下它就會啟動引擎 嗯 好 哦 大概是這樣 有有有 就是剛剛這樣 嗚 然後這邊會顯示電池電量 它基本上現在接近是滿格的 嗯 那當然這個數字不是顯示電池的%數 是顯示可行駛的存電里程 現在目前還可以存電行駛35 想說許我怎麼按不到 啊 為什麼這邊 你看我都有注意 好高規的方法 因為我們這個下方擺的是 點煞科的電池 對 然後如果說這邊再擺那個 四聚恆溫空調的模組的話 它的空間會不太夠 然後T8的車型它有腰夾 哦 這個可以夾 一部支撐 對 所以你等一下調整一下 哦 有有有有有 對 哇 再夾了再夾了 再夾我的肥肉了 哈哈哈哈 那一樣我先用那個 存油模式開 那等一下我會在中途的時候 再換混動模式 甚至是存電模式 它充滿最多就大概30 其實基本上大概會在40左右 70的時候會混沖嗎 70的時候會 然後我們還有提供 另外一個檔位叫B檔 它可以提供兩倍的煞車回充 可以充得比較快 如果說行駛要讓它充電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按鈕 它叫做充電 然後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慢慢的回充 那如果假設您是真的 就是比較想要存油行駛的話 就按保持 它就不會在行駛的程度 就到電 就這個底盤都一樣 底盤都一樣 我設定一個地方好了 比如說 正在計算路徑 現在向左轉 它現在它把那個速限標誌移到右邊 然後速度移到左邊 中間就擺導航的一些路線提示 準備向左轉 有沒有 它又出現了 有 它有一個線頭 對對對 真的只有駕駛正確放來看 對 然後它可以調整上下 就是高度 然後跟明暗度 也可以調整 如果說前方車靠太近 或是旁邊有機車靠太近的話 它就顯示這樣的一個提醒 然後告訴我們說 距離已經很近了 那如果再近一點 它就會顯示紅色的線 這有自動停車嗎 在這邊 這兩顆按鍵 按鍵就是 它可以實入也可以實出 用不到 沒有我只是幫人家問的而已 這不是我的 好 那過了這個彎之後 我們會開始給客人看 我們的智能輔助駕駛 好 在這一代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有很多按鈕 那如果要開啟PA2的話 我們要按中間這一個 再選擇右邊的PA2 好 然後我先按 然後再選擇右邊 這邊就會顯示綠色的方向盤 然後HUD同步也會做顯示 那這時候它就會自己開車 包含像車道置中 然後包含像它會自己踩油門 那下面顯示的75 是我一開始按這個按鈕設定的速度 你看如果說我沒有辦法 然後反正它會提醒 有沒有 然後等一下如果再沒有了 它就會自動解除 那它解除的方式 是很聰明的 它慢慢減速 有沒有 喔 對 慢慢減速 好 那這時候我再 Hold住 然後再重開一次 重開一次按上就好 一樣到75 那我們的限速是100 那我把它加速一下 加速按這個就可以了 按加 80 它每按一下是5公里 大概有看到 就是就好 OK 然後它會自己踩油門 會發現其實它是很順的 不管是路是彎的 其實它都會跟著轉彎 好 你可以發現其實它的方向盤也在轉 那我們這一套系統最大的優勢 那我們這一套系統最大的優勢 不管是加速還是減速的時候 它都能讓客人覺得是很舒適的 那我們開啟PK度 並不會影響我們自己要開車的一些想法 假設我要補油門 我就一樣踩油門 這樣就好 我們其實測速上機 它也是會在地圖裡面做提醒 對這個也很方便 然後不然像如果前車 它如果突然切進來的話 它一樣也是會踩煞車 有沒有像這個時候 這時候它就會減速 走走停停的時候就很好用 可以跟著車前方這樣走 如果以前也是住人的話 就常走那個水水 這個就很好用 然後它就會跟著前方的車 耶 欸 大家知道我終於試到了 其實看起來真的還不錯了 跟我們有一台舊款的嘛 輕快活潑好開一點 後面的燈也蠻漂亮的 嗯 對那也真的蠻漂亮的 真的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摸摸 好這是內湖廠 爆柯P應該有個折扣 最少一個優惠給你 什麼優惠就不講了 來了才知道 記得喜歡要幫我訂閱分享 卡小鈴鐺喔 還是說你們想試什麼車跟我講 有機會再幫你試給你看 棒 這是我自己要試的 哈哈 因為我們氣完啊 我們回來的孤路 我們可以 我們真的畫面要嘴加河 對啊 我幫他請他錄來 欸欸欸 你看 夾河就萬字心了 好不好 找我天天駕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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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 報我的名字找我天天駕 我們的粉絲過來可以 嗆我的名號 一定更甜一點的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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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美至鄉 您所尋找的新人好鄉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散開感送最公正 最好玩的娛樂城 各位的贊助的提供 提供提供 欸不用緊張 他緊張的 他緊張的 不用老婆啊 你猜喔 哈哈哈哈 我整個都汗 那個安全的不錯 你知道那個鎖住啊 後面不管玻璃 門都打不開 改天你站個馬車 都跑都跑不掉 我跟你講 對 你知道為什麼要選Mobo嗎 欸 了解嗎 對 這是不能維持的秘密 不能講嘻 小聲一點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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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